最近大概十年來 這類似的研究有不少 就是有針對這個都市裡面的 還有區域性的 區域性的還有這些車內車外的比較 那有一些研究報告 那的確不管是自己實測了 或者是研究了這個實測 大概都確實 這個車內的空氣品質 比這個車外的差很多 簡單把它歸類成四個來源 那第一個當然大家最直接碰到 就是這個從空氣 室外的空氣當中 你開了門之後 你窗戶打開之後它進來的 這個部分當然可以是 那個馬路上的這些廢棄 或者是空氣當中的霧霾 或者是這些工業 你行進到一個工業區 或怎麼樣它飄進來的都有可能 那這是室外的部分 那室內部分都比較複雜一點 冷氣機這個很久沒有保養沒有清洗 那出來的比較髒的這些空氣 那甚至於你開的是 從外面進來的氣體 它從外面是再吸進來 包括引擎部分的 進氣的部分 或者在這個冷氣機上面 漲的這些黏菌啊這些病毒啊等等 因為這個車子不比我們在家裡 那車子裡面是在一個曝曬的一個環境裡面 它溫度可以高達幾十度 五六十度的設定更高 不過它黏膠的部分有可能會出現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有可能是這些 塑膠本身所釋放出來的 或者是這個黏膠上面所的一些油漬容器 釋放出來的 那我們比較常見到就像甲本啊二甲本啊 或者一些像這個甲醛啊 都可能從這個皮革啦 釋放出來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 我們個人的使用用車的這個習慣 在車子裡面抽菸啊 在車子裡面吃東西啊 這個人的工作性質 它就是穿著工作服到處跑 然後又回到車上 然後身上從這個工作上 所帶來的這些污染的東西 會見到車裡面 那甲醛就是造成這些 呃 局部的刺激性傷害以外 它會吸收到我們全身 到我們血液裡面 然後到我們全身造成這個 基因的傷害啦 造成這個我們這個 呃 細胞的傷害 我們汽車有定期保養 但是常常被忽略的 就是這個這個冷氣 過濾氣的這個 這些問題 為了增加這個 車內的空氣品質 我們會多了一道防護 我們在家裡人都會用到的空氣清淨機的這個東西 那在車上來使用 毒物的角度來看 傷害的角度 你一定要是 一樣是有效以外要安全嘛 對不對 那在安全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這種 呃 單純過濾過濾式的會比較好一點 講了這麼多 我想 呃 健康還是最重要的 那在 要維護我們的健康 這些空氣裡面 我們常也常會被我們忽略 一般 不管是在哪一個 領域裡面 我想對這個 呃 東西的認知 去了解它 認識它 進入來訪問它 問號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